好回到正题 我们看到这一次七一讲话 代理上是可以确定一个步骤 那就是中国可以说 是完全的 终止了邓小平的偷光养晦的路线 全面进入了一个习近平的大中国路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一次的七一谈话里面 他主要的论调是建立在刚性的柔和 什么叫做刚性的柔和呢 其实就是过去中国追求的改革开放 是什么样 只要你愿意来我们都好配合 这就是过去邓小平的路线 就像在几十年前很多港台的商人 30多年前你去中国开工厂 基本上你是没有太多的什么 土地取得成本 只要你的建立的那个工厂够大 你未来可以拼用的人够多 那么很简单 当地的一个村书记或是村市长一样 你手指到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厂区土地 所以当时就牺牲什么呢 在台商圈跟港商圈里面 就牺牲这个为圈地 圈地这个词 他是比较是在清朝的满人入关之后 让八旗将领去夺取百姓填土的一个手段 当时在敖拜被弹劾的时候 他的罪状之一就有圈地这个罪名 那个时候的中国直到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之前 对于外来的势力 比如说欧洲美国或是各方的商业资本家 近来都很好说话 就是怎么样 画一条什么 画一条金融跟政治的底线 只要你不碰到这个底线 什么都可以谈 什么都好说 但是从今年开始就会不一样了 中国经历了香港暴动大破之后大又大力 从香港残破的经济 建立起了香港国安法以及爱国者条款 彻底的把欧洲跟美国在香港潜伏的政治势力 给他连根拔了起来 为什么老师说要连根拔起来呢 因为我们从前程不久吧 一两周以前这个苹果日报在香港歇业这件事来看 在歇业之前呢 苹果日报做了一件事 什么样的大量的印制了很多的报纸 然后在大街小巷都开始扑货 他想做什么的 想在最后一周的时候 大捞一笔这个什么民主财 但是在大量印刷之后 却面临到什么状况 变成了大量的自销 并没有如苹果公司啊 他单方面的认为可以获得潜在名义的支持 获得大量的销售额 他可能觉得是说在这个港区国安法之下 什么爱国者条款之下 百姓一定是敢怒不敢言 大家一定是支持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要以这种欧式的 或是美式的民主啊 来推翻万俄的共产党 所以他赶快大量印这些东西 来希望用这个东西来意识形态来大赚一笔钱 但是没有 这个自销没有卖完 而又再怎么样 过几日苹果日报他的英文版的总编辑冯尾光 他在出境的时候啊 准备要去英国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特殊的护照 要去英国之前就被海关扣了下来 说他什么 你违反了港区国安法 所以说他就被逮捕了 但是在这个事件之下 香港有没有掀起一个释放彭尾光的一个游行抗议示威呢 也没有对不对 就像一般社会新闻了 你报过了 那也就这样结束了 有没有游行也没有 有没有示威 有没有 有没有抗议有没有 也都没有被关起来 那是你家的事情了 同样状况 如果在2019年以前 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面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 泛民派的出逃 撇下了所有他们的支持者 自己跑出去流亡了 而这些有些为首的几个年轻人 他也被逮捕了 包含什么女神之类的 都被逮捕了 而背后的一个 不能说他是完全的金主 他应该说是一个仲介 那就是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 也暂时他没有出来的可能 据传他也认罪了 对不对 所以目前香港基本上 透过了时间 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他的金融特区的地位也不会改变 未来即使在台湾收复之后 香港会开始建立他们的 周围的海埔新生地 以及中港之间的交通的书境 让香港的百姓 可以慢慢回流到中国 再之后就会让上海跟广州等地 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带 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也就是说香港会成为一个特区自治的示范 说是自治啊 但是还是有个很底线的政治一个形态在那地方 你不要碰他就没事 所以未来香港恢复繁荣昌盛 也是指日可待的 各位我们要知道香港的背景是什么 他被英国去用租借金收回去 收过去之后 整整百年的时间 香港是没有政治自由的 各位不是说万恶的共产党 让香港没有政治自由 而是在英国的治理之下 香港人是没有政治自由的 你连群聚都可能被抓起来 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香港人当时只用一件事去想 就是我不要犯王法 我就尽量的去赚钱 哪怕是贪污 哪怕是做什么事情 只要能挣钱的都去做 而造就了香港的繁华 所以是说 未来香港也不会有政治自由 那香港未来的繁华 也会在从下一代开始 把心思都放在经济上面的时候 香港的人才会是慢慢的会叠加起来 香港还会恢复他的东方支柱的繁荣 而这个现在也是中国政府他现在的基调 现在中国游戏规则将由中国来决定了 过去中国跟像刚才提到的 中国只设立一个底线 但是现在设的不是底线 是整套规则你都不去遵守 例如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之前在谈的中欧投资协定 现在不是黄了吗 但是中欧投资协定 他明白着是立欧洲大于立中国的协议 也就是让立给欧洲 但是欧洲议会的白人骄傲 绝对不容许什么 不容许中国的黄种人来以下犯上 来制裁欧洲议会的成员 必要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解除这个对欧洲议员的制裁 你不他不管你怎么样去诋毁中国 你都必须解除他的制裁 因为下不见上你怎么可以用你区区黄种人的身份 去制裁白人的议员呢 这是不能够容许的事情 所以说这些白老爷一定要你解除这些制裁之后 才看看要不要去同意中欧投资协定 就是同意中国你也必须让出更大的利益 这个就是因为你要面对白人的老爷 你就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才对 但是如果事情这样进展那就好了 可惜中国的态度他非常的明确 你不要那就算了 其实中国现在一点都不急 你不要那就算了 针对欧洲议员的制裁啊 几乎可以说没有解除的机会 而且未来还会按照中国的心态 继续限制欧美区域的各种反华抗中的政治人物 包含参与这些政治人物的后面的公司 都不能在中国经营或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或是受到各种各种的刁难 绝对不会只有禁止入境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单独要喊反华抗中的 他的声音现在渐渐有点稍微小声了起来 为什么因为你反中原本给你做政治献金的 幕后的企业金主赞助者 他就不会继续的赞助你 这是因为这些金主是良心发现吗 也不是不可能 那是因为这些金主他看到了HMM在中国的下场 谁会没有事把自家的生意给搞黄了呢 如果被抖出来自己的企业去赞助这些反华抗中的 议员或是政治人物 然后自己又是在中国有生意在经营的 那么未来肯定经营不下去 中国是没有选举没有错 不会有选举的求后算账 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人家一开始跟你声明 你在中国没有反中国政府的任何自由 无论是你的物理的自由 或者是你言论自由 或者是你心理精神都不能够反中 这个就让后面想炒作反华抗中的一些欧美政治人物 开始会比较点收敛 毕竟没有钱 谁还给你为理想的奋斗 各位说是吗 所以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就是再次宣讲这个态度 谁对中国有不正当的理想 中国14亿的百姓台面上说的是血肉之躯 组成的钢铁堡垒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 是这14亿人转眼就可能带来1400亿的生意 你想赚人民币可以 那你要得让共产党去同意 这个基调基本上从阿拉斯加会议之后 大致上都底定了 以前你无论怎么讲 中国也只会唯唯诺诺 但是今后你想讲什么 你都得掂量掂量 自己的手骨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粗 所以在这个方面 中国大致上可以稳定住整个国家的局面 至少老师说至少在十年之内 中国在外交上的铜墙铁壁 是不会轻易像过去一样让步的 为什么老师说十年 因为习近平按照他的年龄最多在做一任 他不可能一直联系做下去 这个他就算想共产党本身也不会同意 那么再做一任 然后再下一任就是新的皇帝要登基了 那么新皇帝的第一个五年 大致上都是必须承袭的上一任 也就是太上皇的意志来做经营 你要缓辩你不可以突然的照进 所以说新皇帝要到第二任 才会走出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一来一往就是十年 而习近平的七一讲话 对于台湾的问题部分 也是按照惯例的讲出来 但是这一次的讲话 其实也大致上宣誓了 在习近平他任内的期间 他会把台湾问题给解决 这个部分已经不是由过去的口号 而是变成一个必须要执行的行动 怎么说呢?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七一讲话里面说到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 使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这个里面短短的几十个字 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从这段话乍天下来 跟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了无心意 大概就是行李如頤吧 就是中国要进行和平统一这个基底 只要可以和平统一 大家都可以好好谈 但是实际上习近平这一次的说法 或许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因为他的开头用的是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开头 就是宣示收台的意味很浓厚了 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中国以及九二共识 目前在台湾的政治氛围之中 是完全看不到的 简单来说就是下一次我们2024选举 我们还能够选对不对 改朝换代了 也不会有人能够把九二共识 拿出来放在台面上 所以未来基本上这两个选项都不会再存在的任何机会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和平统一的基础就没有了 这就像什么 我们讲现在的状况 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 历史总是相似的令人觉得很惊讶 这就像过去康熙要说台湾 那都要进入东宁国了 也就是台湾的正成功的正式王朝要谈的条件 一样 基本上康熙对于和谈没有什么条件 你只要求做好三件事情 基本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说什么 你要当王 我世代封你正式王朝在台湾世袭颜平王这个称号 你要干什么都可以 你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 只要你做好三件事 哪三件事呢 去法、称臣、登岸 所谓去法就是让全台湾人 包含正式王朝的所有人 当时是郑可爽了 都得剃光头对不对 剃那个月亮头是不是 然后留个法辩 因为康熙你家会说 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剃头发呢 那当时的郑可爽说我不愿意剃法 可不可以 康熙就回这些幕僚一句话 法不去不可以正其降伏其心 就是你头发没有剃掉 代表你没有真心的归顺 所以这三个愿望啊 康熙必须要一次满足 对不对 所以说到最后呢 东宁国怎么办呢 东宁国最后还是敷衍了事 企图靠这个模糊的谈判空间 来拖延时间 而且当时东宁国还加大了与日本 朝鲜马来西亚地方的贸易 也就是台湾最早期的南向政策 企图用这个方法来增加国力 抵抗康熙王朝 这个在过去在日本的时候啊 因为日本以前是降伏给明朝的 所以是说各位要记得这个历史 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当时日本给台湾的国书是讲什么 东宁国主也就是什么 日本当时是宣布台湾是一个国家 是东宁国 哪怕大清朝不愿意 但是呢日本还是称东宁王朝为东宁国主 就是政可爽之国主你知道吗 所以说啊前阵子不是日本的外相 就讲是说台湾这个国家吗 然后中国就立刻抗议 但是呢历史总是非常的相似 日本是专门害台湾的吗 这个也不是这样讲 是他们的观念在这里 所以说到最后怎么样 最终的结果就是司朗投诚到了大清朝 建立了大清水师 一股荡平排棚 金马不用金马本来就已经被收走了 他不用去讲了 好惊吓本来被收走了 直接一股荡平台湾跟澎湖 郑可爽投降 司朗战胜后霸占了正式王朝所有的资产 而且还侵吞了 本来台湾每一年要上贡给康熙的这些税营 成为新一代的台湾王 过去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蛮有趣的 所以说老师说历史总是相似的 令人惊讶 中共也现在也给台湾和平统一的两大条件 你基于这两个条件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谈 那么就是刚刚谈到的 一格中国以及九二共识 这两个大基底 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进入到谈判空间 怎么领土什么任何一切的 可以慢慢来 那个不着急 比如说香港现在有没有港币 香港现在还是有港币 对不对 但是目前的执政党 我们中国台湾执政党 也跟东宁国一样 怎么样 不说谈 我也不说不谈 但是就想保持这个模糊空间 想再次联手外国 来对抗距离最远 只有200多公里的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世界军事第三强的中国 而世界最强的军事力 当然也是还是美国了 第二强是谁 第二强是俄罗斯 但是要考虑到一件事情 美国现在这个世界最强的军事力 他跟第二名的俄罗斯 跟第三名的中国 关系现在是非常不好的状态之下 那么美国还会为了台湾 去跟第二名跟第三名来作对吗 因为如果不小心的逼急了第二名跟第三名 他们同仇敌忾开始做军事联手了 那么就是第一名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无论如何 美国都不会因此去协防台湾 因为俄罗斯在北边一打起来 俄罗斯只要进海 那么欧美联军的补给线 等于是完全中断 你然后看难道靠日本去补给吗 日本有心的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他吃的饱就好了 后面还有罗斯是要补给的 所以基本上 这也不会是白色联盟的选项 更别提南半球的澳洲 他是不是可以提了一支金兵过来 来援池援台湾 不要想了 澳洲就在全部军队派出来 他对上中国也也是躺臂党军 这个是无能为力的 除非要派什么派澳洲野兔跟袋鼠来 他们的数量可是比澳洲人多了太多了 而讲到这个就看到俄罗斯的普丁大帝 他现在在驱逐英国的驱逐舰之后 他也说过一句话 非常耐人许位的 他说什么 就是当天我炸成了英国的驱逐舰 不把他驱逐了直接把你炸成 基本上他也不担心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普丁大帝敢这么说 很简单 因为他有核弹 各位你知道吗 他有核弹 谁要跟俄罗斯玩命 那么俄罗斯人绝对跟你玩到底 战斗民族 他没有跟你讲道理的 在他们的眼里拳头就是硬道理 你不服那是你家的事情 反正话不投机办居多 有本事我们用拳头换拳头 我们没有在防御的 我用拳头跟你换拳头 你用核弹我给你换核弹 反正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 一个俄罗斯等于两个美国 所以说他核弹也这么多 他现有的核弹都已经可以毁灭 是全世界好几次 而他的核动力的导弹 可以一直飞在地球的轨道上面 然后去打他任何要打的目标 简单来说 俄罗斯的核弹力量在哪里呢 他只要让他的那个导弹 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 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的这个核导弹 给拦截下来 因为他有无限几乎将近无限动力的方法去续航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把话讲的很难听 普丁到最后一直一笑自知 也没有很生气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实力的人 他不会急着跟你对骂 因为他有随时毁灭你的能力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美国无论怎么去威胁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笑笑 布莱里跟我换拳头换拳头啊 你打一个核弹我打你两颗过去啊 大家玩看看谁的土地比较大 俄罗斯这么广袤的土地 你的核弹的覆盖率绝对没有办法 去跟俄罗斯去打美国覆盖率这么高 因为土地够大 你打他怎么办 那么回到主题啊 两岸之间在共同的选择之下 就只剩下完全统一这个选项了 而完全统一会是怎么样的统一呢 这个就是看到台湾的问题啊 在七一讲话台湾问题的上一段 有讲到什么东西 习近平就讲到了 他要坚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这个铺垫 就是香港由香港人去治理 澳门由澳门人去治理 他没有直接派这个官兵啊 直接去接受这些地方之后 然后政府的要员全部都是中国来的 没有香港人这里香港人 澳门人这里澳门人 那么未来收台之战一结束 那么必然会走向是什么结果呢 那当然就是台人治台 也就是循香港澳门的模式 找一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然后配合一些符合一个中国概念的班底 来进行类似什么台湾早期光复的时候 国民党治台的方式 进行了一党独大的统治 说实在的一党独大好像跟现在也没什么两样 各位你说是吗 所以这次结合了在中国他们的共产党百年大庆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其实还蛮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从邓小平的那个时代 要走向习近平的时代 一个沉睡的巨龙 因为特朗普他的贸易战的喧闹 要把他封锁中国 所以是说这个巨龙就被敲醒了 其实观看中国这个漫漫千年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国家 怎么样 中华民族也是非常有趣的民族 你只要放任中华民族自己去发展 不管他 基本上任何朝代的中华民族 包含了元朝也是一样 都会慢慢的被自己贪腐所害死 无论汉堂 无论明清 只要不逼他 中国自己会把自己给搞乱 这样明朝也是一样 明朝的腐败也就是非常严重的 真的是真的是珠门九肉臭 入有冻死骨 这个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说满清才的入关 受到最小的抵抗 为什么 因为再差 应该不会比明朝皇帝差 结果还真的是比他差一点 所以是说中国就这样子特殊的民族 但是你一旦去威逼他 让他有了危机感 百姓开始同仇敌抗了 那么只要刺激了这个这个中华民族 他们就会猛然的跳起来 拼命的去对外去对抗 这个就是历史上非常有趣的地方 不断重复一样的事情 但是人类永远不会学到教训 而从中国这次的共产党百年党庆 他办的跟国庆一样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现在 对未来的外交的谈判空间 会越来越狭窄 大家开始走的方向就是 你跟我你必须站在公平的线上 我觉得公平是公平 我觉得不公平 那你也不要跟我去谈 而中国现在面对疫情之后 他几乎是完全的防御 就等下我们会谈 所以世界上经济的话语圈 如果在2026年的时候 中国没有增上的世界经济最大经济体 那个几率是非常小的 只是现在要考量的就是说 美国你会不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基隆风暴 或是什么样的战争 发来让大家 头尾不及相顾 那么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好吧 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